好來關心是美國國務院次勤 克拉克旋風來台 行程滿滿 今天早上就跟行政院副院長 沈榮晶 海外交部長吳釗燮等人 展開台美經貿前期對談 中午則是跟台灣的企業代表午宴 下午又去拜會了行政院長蘇貞昌等人 晚上的話他就要接受蔡英文總統 邀請副官邸晚宴 不過比起先前 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來台 這一次克拉克的行程 絕大部分都是保密到家 經濟部長王美花剛結束跟美國國務院次勤 柯拉克的會談 但談了什麼保密到家 今天會談什麼 十八號早上美國國務院次勤 柯拉克和外交部長吳釗燮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晶 財政部長蘇建榮 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等重量級官員 展開台美經貿前期對談 中午和臺灣企業代表午宴 下午拜會行政院長蘇貞昌等人 晚上接受蔡英文總統邀請 赴官邸晚宴 凸顯對柯拉克的重視之外 在維安和防疫的考量之下 不請外匯由總統府人員親自採買 官邸下廚 用餐保持社交距離 但以上的行程通通都是不公開的 反觀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來台 又是公開演講 又是見阿中部長看口罩工廠 柯拉克這回行程低調 台美經貿前期對談 從公開變閉門 官員就算被拍到也快閃 尊重美方安排外 也避免節外生枝 華視新聞蘆綠銘潘建 任翁錢晃台北報導 東坑 東坑